这是1992年8月31日 云南平远街严打的真实影像 只见街头忽然出现了3000多名武警官兵 还有人持枪与官们火力对抗 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那是什么让3000多名官兵 突然集结到这个边陲小镇 又是什么让这些人 做出暴力袭警的惊人之举呢 平远街位于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 与文山县交界处 素有文山州西大门之称 而文山州地处我国西南边境 与周边国家联系紧密 正因为如此 平远街从改革开放起 就一直有境外不法分子聚集 在此进行地下交易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许多平远街本地人 也相继加入这种不法活动中 他们起先只是倒卖走私一些金银 黄色录像带 到后来愈演愈烈 竟然开始走私贩卖枪支 毒品 此时巨额的利润 让这些不法分子失去了理智 他们还形成了 以副镇长林洪恩和清真寺总管事 马慧春为核心的犯罪集团 随着当地的黑恶势力越来越壮大 这些人形势也愈发猖獗 到了1988年 林洪恩的女婿 在临阵买马时 被政府人员盘问了几句 这些人竟然猖獗到直接冲到乡政府吗 不仅大肆打砸公务 还把副乡长打成了重伤 当时林洪恩狂妄的对手底下人说 跟我混 胆子不能太小 我们就算在平远街把公安的汽车烧了 他们都不敢把我怎样 这群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由此可见一半 之后的平远街 不仅越来越明目张胆地从事非法交易 还频频侵扰周围的居民 纠结大规模泄斗 多次挑衅当地政府机关 而林洪恩和马慧春这些头头们 甚至想要操控政府机关 威胁他们将自己的人安插进领导班子 这一狂妄的举动 让云南省的领导干部们意识到 平远街这颗毒瘤 已经到了非出不可的时候了 视频中是1992年云南平远街 掩打真实影像 3000军警在81天内将犯罪分子围剿干净 那这个根深蒂固的黑恶势力大本营 是在政府怎样的努力下被拔除的 1992年8月31日 在上报国务院批准后 云南省政府抽调了3000多名武警官兵 对平远街开启了严打行动 这天清晨 3000多人分成的数十个小组 按照划定的范围目标 准备将平远街的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而周边的民众也非常配合 他们苦平远街这帮人已久 早就盼着这些社会毒瘤被依法惩处了 在官方周密的部署下 武警官兵们顺利拿下一个又一个犯罪分子 然而有些穷凶极恶的目标 却并不肯束手就擒 妄想凭借自己私箭的防御攻势 和藏匿的枪支弹要赋于顽抗 当武警官兵们围捕罪犯马明时 其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前来劝降的老父亲也扫射了 还射伤了冲在最前面的中队长李小明 想要从警方手中逃脱 而他面对死不悔改的马明 警方决定用计右旗现身 故意留了一道口子让其逃脱 等他一出现在警方的圈套里 企图潜逃出去的时候抓捕队员们立即将其击毙 而另一位罪犯马斯林 比马明更为穷凶极恶 他唆使自己的妻子替自己隐瞒踪迹 还点燃了自家的房子企图趁乱逃跑 更令人气愤的是 在逃跑过程中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末路穷途的他 怀恨在心潜伏到抓捕队员身后 一连杀害了三位武警官兵 但就在他以为自己将要顺利逃出包围圈时 一旁眼疾手快的队员发现了他企图跳墙逃跑 立即将其击毙 虽然罪犯死不足惜 但三位英勇的英雄却为平远街的长治久安 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好在此次行动终于将盘踞在平远街的步伐势里连根拔起 这是1992年云南平远街严打的真实影像 缴获了72.45公斤毒品 首日的严打 武警官兵将平远街步伐势力的核心一网打尽 然而盘踞在平远街的黑恶势力历时久远根深蒂固 他们背后黑色的历练和生态体系 以及在其中混入的小鱼小虾们还在逍遥法外 不将这些人彻底扫清 平远街就无法彻底恢复安定 黑恶势力就会随时卷土重来 然而此次涉及犯罪分子众多 依靠强制手段很难将其全部抓捕归案 并且这些犯罪分子几乎都参与了贩毒交易 他们心里明白 按照我国的法律 自己已经没有生路 因此拒不交代犯罪同伙和赃款赃物 当时针对毒贩们这种牺牲我一个 幸福全家人的思想 办案人员为了平远街今后的安定繁荣 决定特事特办 他们对罪犯和其家属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承诺不搞连作 不牵连案犯家属 而对于情节轻微 主动投案上交枪支弹药和毒品的犯人 不予追究犯罪责任 对于主动投案的罪犯不抓不关 允许其在家待审 此外 考虑到当地的宗教问题 抓捕组在一开始就要求 不许抓捕人员进入清真寺 最大程度上尊重各民族习俗 在后续的政策宣传中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三顾茅庐 终于动员了清真寺的管事们 去宣传办案政策 劝说罪犯了归案 好在管事们的宣传 让毒贩们慢慢放下了戒心 但是他们对官方的态度 依然心存疑虑 之后 为了探查警方宽大政策是否可信 当地颇有势力的毒贩马连路来到警察局 假意交出两支枪械 却对自己大量贩毒的事实闭口不提 想要借此试探警方宽大处理的诚意 而考虑到对马连路的处理 关系到后续政策的推进 警方决定将其释放回家 以此来证明官方的态度 马连路被释放回家后 立即就成为了宽大政策的活体宣传书 罪犯们充分感受到了官方成前毕后 治病救人的决心与魄力 接下来的几天主动投案的罪犯 踏破了公安局的门槛 有不少人还多次自首 其中就有马连路 他不仅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还动员了自己的兄弟们投案自首 根据他的供词 警方缴获了72.45公斤的毒品 这是这次行动的第一大宗丧物 随着案犯们逐渐归案 平远街渐渐恢复了平静 但是警方的严打并没有结束 他们知道 对于平远街这种不法活动 长期泛滥的情况 仅靠一朝一夕的努力 是不可能彻底将犯罪连根拔除的 要想建设安定繁荣的平远街 需要相关人员持之以恒的努力 果然 在后续的日子里 有些人又固态赴盟 想要在警方眼底下重拾老行当 对于这种情况 警方也绝不姑息 他们决定采用雷霆手段 将这种犯罪行为扼杀在萌芽之中 也借此警告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彰显警方除恶物禁的强大决心 当警方发现有平远街毒贩 又偷偷交易时 立即集结了警力将其包围 在毒贩在抓捕过程中 想要逃避时 果断将其击毙 令人欣慰的是 此次事件并未像以往一样 引发平远街的抵抗行动 在官方的多方努力下 在这里的人开始接受法律的管理 学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至此 为其81天的平远街严打行动 终于宣告胜利 法律之光又重新照耀在了平远街的大地 而平远街是我国当代发展史的一个血淋淋的案例 它时时提醒着我们 宪法的神圣与权威 只有在法律的尺度下行事方能成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